挺农民送爱心 刚刚看到近期一味高丽菜盛产 价格崩盘 台中北屯区的陈平礼 是结合有爱心人士 发起爱心送菜挺农民活动 认购了500克高丽菜 免费送给李明每户一颗 李长林家风更是亲自 到菜园来采收 让民众大赞好贴心 免费送高丽菜 礼办前是大牌长龙 人手一颗好开心 最近高丽菜盛产价格崩盘 为了帮助农民北屯区的陈平礼 就结合了地方善心人士 发起爱心送菜挺农民活动 像我们的一些地方善心人士 来说不然我们来做这个公益的活动 希望能够降低菜农的损失 那一方面能够将这些鲜甜可口的 有营养成分高的高丽菜 能够发给我们的李明 还有一些弱势团体 能够分享这一份好吃的高丽菜 认购500颗高丽菜 李长林家风一早6点多 就亲自到彰化的菜园来采收 运回整整一卡车相当壮观 顺着队伍依序免费领取 有民众自备带子 但这高丽菜实在太大颗了 根本装不下 索性只能抱在手上 但还是笑得好开心 每户都能领到一颗高丽菜 照顾农民也送爱给李明 活络社区氛围浓浓的人情味 来来来来 不再穿